操作深蹲姿勢 負責訓練操作的Sam 剛轉直到健身領域 過去是數學老師 現在轉成健身房教練 Sam才是轉換過程 很優感 年近30歲的Sam 畢業於中央大學企管系 過去在補教界 擔任六年的數學老師 平時就喜歡健身運動 日前決定離開數學教職工作 投入健身房擔任教練 同樣都是教學 但這一次對象不同 而且是在興趣中學習教學 諸多原因是他決定 轉職的重大關鍵 教的內容當然不一樣 但除此之外其實我覺得 都大同小異 因為就是要想辦法讓不同的學生 去讓他了解你要表達的東西 大家溝通上其實就會比 有的時候會比對學生 其實還要輕鬆 對 因為可能就是 單純的讓他知道說 我想要表達什麼 然後 畢竟這種東西 就是大家會來學 就是想要安全一點 所以就是來上課的學生 通常也會比較按照我的步驟做 龍年轉職潮明顯 而且龍大玉兔 根據104人力銀行統計 2023年12月求職者人數 已經來到全年最高峰 比起前一年同期成長8.5% 還有82%的求職者 願意跨域學習發展 有20年人資歷練的人資專家表示 轉職是人生規劃 但要從不同角度來審視是否該轉換跑道 其實我們每個月大概都有破100萬以上的職缺數 那所以因為有這麼多這麼多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相信在市場上有很多這個勞工在職者 其實尤其在年後的時候 其實就會開始評估要不要轉職早工作 除了外部市場本身就是有比較多的機會之外 我想每一個在職的工作者 他在年後通常就會開始思考 他在過去這一年兩年 他在這個薪資成長的幅度是不是足夠 嚴厲專家表示可以從五種角度來評估自己是否需要換工作 包含薪資 發展舞台 目前工作在職時間 跨越風險 還有海外工作 薪資會是首選 建議轉職後正常情況上班族 每一到兩年可以獲得公司調薪3%到4% 如果同一家公司留3到5年 累計征服如果沒有達到10% 就可以評估去留 如果新公司薪資比比現有多10%到20% 就算是大幅度加薪可以考慮 有些當外面的市場機會非常多的時候 他應該如果多少會聽到 哪一個公司又調薪 加薪等等 這樣的機會 他開始會來評估自己是不是有相對應的這樣的一個加薪 所以我們如果再看說他自己會檢視說 他過去這三年好了 平均有沒有加薪總金額總調薪幅度有沒有機會到10% 如果這幾年沒有的話 他其實就會開始想外面的工作機會 也許會更好 其他部分發展舞臺會是轉職重點 未來是否符合興趣跟升遷 攸關職壓發展 另外如果常常換工作 在職時間不穩定 也會影響彈星跟轉換跑道 如果是跨領域 則是要評估自身現行能力 如果是海外工作 則要考慮家庭交通年限等等相關因素 轉職評估每一塊都很重要 但專家表示回過頭來看企業要如何留住人才 寄出相關條件也是關鍵 可能會勞工會離職 另外有關勞工法令的部分 我們勞基法第十條之一 有關勞工的調動原則裡面 其實也有非常明確的一個規定 就是說企業必須要基於經營所必需 而且他不能這個 他這個工作是必須要勞工的技術 跟他的體能所可以升任的 所以呢 像這樣子 升任主管如果勞工呢 認為是一個不當的調動呢 事實上他也可以拒絕 轉職評估多方審視在職涯十字路口 做出最佳選擇 TBS新聞徐坤山藍玉銘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BSTV TB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